动漫展经最后一天 累计参展人数破30万 满满满的人潮 第二届台北国际动漫节 今天将迈入最后一天 昨天会场举办多场活动 再度涌入7万5千多人 不少漫民在外头排队时小时没睡觉 只为以特殊造型参加日本漫画 亲自驱魔师作者家藤和惠的签名会 像是女大学生Yami 就扮成漫画中人物物影修罗 穿比基尼级网袜性感入场 我从前一天开始我就搭高铁来到台北 拍签名组拍了十个小时 然后我都没有睡觉 帮志明动画灌篮高手 向北队射手三紫兽配音的 致免龙太郎签名会同样也集满粉丝 准备了 准备 开启 会场各摊位无不时出浑身结束 来吸引Mami 看看连练人的小杰跟鸡鸭 都出现和大家猜拳玩游系统了 主办单位估计累计四天 有路三十二万六千多人看展 预计仅有八万人进场 总人数将破四十万人大关 比去年三十三万人次大步成长 厂商业绩当然也比去年成长不少 至于在台北世贸举办的国际书展 卓进入第三天 本土清晓说天后 与我集会则 举行GAD神奇莫录行装版签名会 吸引近两百位粉丝到场支持 今天国际书展开放时间到晚上十点 当然也有不少重量级签名会 是否周六预估人潮将更多 动新闻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